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关于恰索亚尔又有新的进展了 21号恰索亚尔俄军清理了伯格丹诺夫卡西郊 对于开始在运河区展开核围的行动 俄军在巴尔木特方向的进攻 现在持续扩大了恰索亚尔附近侧夜的一个控制区 尤其是俄光部确认的伯格丹诺夫卡 是完全处于俄军控制之下了 由于航空炸弹的反复轰炸 乌军此前已经放弃了该村西南部的阵地 另外占领伯格丹诺夫卡是为俄军提供额外的后勤补给能力 而且有机会在北部进一步合围恰索亚尔定居点 同时通过伯格丹诺夫卡穿过林区 可以向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挺进 另外这个定居点中间还有大量的一个地下设施 现在没有清 说俄军现在是更靠近前线的地方正在部署火力支援 无人机操作手 包括预备队 就是进一步的突击行动在做准备 但是现在乌军仍然是占据着伯格丹诺夫卡北部西北部的几个制高点 俄军的航空炸弹的下部可能要将乌军从这几个制高点赶出去 从总体看俄军认为对他有利 但是乌军现在派增援部队抵达了 企图开始反击 所以现在战斗是越来越激烈的 恰紫压东边几个军民区 就是说77号学校附近 最近几周一直在发生战斗 由于这个地区的有密集的雷区 所以说乌军不断的反攻 俄军目前还没有占领这个学校 恰紫压以南 俄罗斯军队沿着T-0504公路向康斯坦诺夫卡方向推进 乌军发布的视频看 从克拉斯诺俄军装甲部队出发 车辆是遭到乌军的无人机袭击 而且他们经常在晚上袭击俄军 乌军的67旅和25旅逃离恰斯艾尔伯格丹诺夫卡阵地 之后乌军是从康斯坦丁诺夫司机军事基地中 已经把他们彻底扔出去了 就不允许你再到我的边置里了 乌军67旅应该是被解散 部分人员已经转移到了库比扬斯克 那里边他们要和其他部队军混编 乌军25旅是带到了奥切雷迪诺这个地区重组 而一个月以内乌军有近200人被俘或者主动投降 乌军前线的士气现在看着非常低落 另外另一个是俄军士兵从阿布丘卡附近的战场 应该是缴获了一个撤离留下的德军鲍2A6坦克 鲍2A6坦克 而且将它送往了莫斯科 据俄罗斯的消息人说 这辆坦克被装在一辆汽车拖挂 一个拖挂车上 被发现在一气在高速工作上 或者是这个拖挂车没油了 中央集群正修理和疏散 包括从战场上将它撤下来 报2A6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据说 而是按原有的俄军战利品被直接 就是战场什么样 缴获什么样 现在就直接送往莫斯科 他们说的意思是我们不会要它 把它拆解完或者是分析完之后 原装把它送到莫斯科爱国者公园 跟着展示 俄军现在根本就看不上8216 美军的M2步兵战车 包括德军的步兵战车 全都是在那 现在集齐了一个北约部队 另外俄军说在南顿涅茨方向 乌军的阵地正在被突破 俄军正在突破阿富西夫卡第三道防线了 咱们上一谈第二道防线应该是已经完事了 20号晚上俄军在蒂涅伯比多罗斯科郊区再次发动经济打击 视频显示俄军过去三天里边对蒂涅伯比多罗斯科郊区进了两轮打击 袭击目标之一是该市的机场 一枚精确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空军一个米29将其摧毁 袭击的另一个目标是该市的西北 叫卡门斯基地区S300阵地 一个发射器被摧毁 一个弹药储藏库被摧毁 其实从18号到现在 俄军在蒂涅伯比多罗斯科地区一共摧毁了四架米29 米格29至少是两个发射装置和一个S300 作战控制地点 哈尔科夫地区俄军摧毁了比较罕见的79K-6提湖雷达 这个被击中的目标是在距离战斗接触线120公里的地面 这是俄乌战场爆发以来 这种目标是在空中坚实下最远打击纪录 也说这应该是俄军打击的最远纪录了 阿布基卡第三道防线在22号俄军大举进攻 阿布基卡北部中央集群在阿布基卡北部地区突破了乌军防御 已经突入到奥切雷蒂村 据说已经占了该岁一半了 如果乌军阿布基卡已吸第三道防线 这个关键节点被突破 那么乌军第二道防线别是地骑47旅 它的后路就被切断了 同时47旅可是王牌北约部队 同时第三你看这个BAR-A6都已经扔下了 咱们再从里面BAR-A6都扔到高速上 什么意思 47旅才有这个东西 那就说它实际什么呢 实际它想要跑 很显然它就想要跑 连47旅都想跑了 因为它马上被截断了 第三道防线制高点 现在据说已经被俄军控制了 那也就是说这个俄军的炮火完全覆盖你的所有部级线 包括套波路线 所以奥切雷迪诺是整条战线最重要一环 咱们再从里面 第三道防线整个防线里边 奥切雷迪诺是整个防线最重要一环 俄军占了一半了 乌军的乌克兰媒体再次确认过俄军的进攻 而且是他们说呢 俄军的进展 就是乌军乌克兰媒体先从最保守估计占了一半 你可以想想实际情况呢 乌克兰现在据说 他一个新闻报道说 俄军不仅占了该村南部 牵头部队几乎已经到达了中心 而且正在展开攻势 乌军临时拼凑的增援部队无法阻挡俄军进攻 27号对聂斯克方向的克拉斯诺格罗夫卡战斗还在继续 俄军正在有条不紊的缓慢推进 之前乌军的增援部队 一度阻止了俄军推进 俄军大功炮击帮额 包括航空炸弹轰击 回应 过去画面来看 乌军仍然在克拉斯诺格罗夫卡耐火厂 厂内 包括正南部工业废墟上正在抵抗 实际上他的抵抗就必须要依托大型工厂或者堡垒 而俄军是牢牢控制着铁路以南 还有铁路以北一个街区居民区 在北部 佩沃迈斯克 内维尔斯克 包括一个矿山 正在反复争夺 乌军无人机是处于一个优势地位 然后俄军是在沟壑附近 进攻现在斩停了 他是没有人家乌军的无人机现在地理位置优势 俄军占领了新米海洛布卡以后 就说开始向西 西北 开始清理阵地 俄军在新米海洛布卡村彻底清教了 包括控制该村北部别墅区了 现在各个照片已经出来了 举着海军陆战队旗 他的一个大阵蓝色叉 海军陆战队 太平洋军队 这实际就是海生崴的那支 155海军陆战队旅 他的冲冲队 应该是和虎式志愿兵分队 在新米海洛布卡天使 米切尔奇迹教堂钟楼上 查上俄罗斯国企和他的队系 目前俄军已经开始对新米海洛布卡 西北 这个叫帕拉斯科为耶夫卡阵地进行炮击 俄军占领该村的东郊了 估计20号夜间要对该村展开总共 这边是与那边 我希望有一点 我因为他在那边 这边就会有兹目的 我现在让他在那边